40岁沈腾面对小鲜肉杨阳,感触很深,没忍住真情落泪 近期在某档综艺节目中,40岁沈腾的看着杨阳竟然哭了 如今的演员杨阳,做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小鲜肉 一次又一次的在表演中磨练着自己的演技,努力,勤勉又积极向上 就像一个技能点MAX的宝藏男孩 你永远不知道他的技能包里还有什么技能可以开发 是我20岁的时候比你帅吗? 沈腾原来也是军艺的校草,和现在的杨阳是一个级别的 沈腾还算是杨阳的老前辈呢 可能会觉得自己曾经从这么帅的时候过来的 为什么现在的我发胡得这么厉害呢? 有朋友说我觉得应该像是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感触很深,才没忍住落泪了 其他朋友说沈腾应该是欣赏杨阳的 杨阳虽然被当成小鲜肉,但是自己很努力,演技也不算长 我觉得应该是羡慕吧 或者是在说我当年长得比你还要帅气很多呢?